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TimePage GDC4 小刚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YouTube 我是首购族的这个频道的主持人 Gini 今天小刚非常开心 Gini答应小刚 帮小刚在这边 访问一下小刚 因为小刚今天做这一集影片 其实还蛮单调的 所以这里邀请这个Gini 我今天做一个part time的主持人 所以 想看更多这个Gini 女生她的影片 那可以关注一下她的这个频道 那其实今天我们是没有做彩排的 所以 那今天要讲表嘛 对不对 那很多朋友问小刚 自己收藏的手表 所以还没有正如这个正题之前呢 才问一下Gini 有没有戴手表呢 有 真的是没有这一段 有欸 你就知道的 你戴什么手表今天 我戴ORIS ORIS 好历史ORIS 那这个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 就这个 哇 这个是女装 ORIS的这个ORIS Arquis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model 对不起 我不懂表 我自懂美 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一支表 就很美啊 而且又不会太 就是不会太sporty 又可以上班用 我就二合一吧 OK 那男生们 你们知道哪 选 选表的这个 女生选表的 其实是比较在于这个颜值 对吗 男女都一样 就是男人很比较麻烦的 看机型啊 看这个看那个 OK 今天 很开心啦 其实这个 小刚你看 平时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今天这个场地呢 是一间非常漂亮的这个别墅 那想看开箱这个别墅呢 其实屋主啦 这个 其实是有异想把这一间房子卖掉 那这一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别墅 在马六甲这个A Farmosa 这个旅游区这一带 那可以看一些小刚有po的这些影片啊 甚至照片 那可以看开箱的影片啊 可以去Genie的频道 那小刚也有在里面喔 也可以看到这个Genie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合作第一次联手合作的开箱 所以小刚第一次讲物质不是讲标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还没有进入这个正式看小刚的收藏 因为很多朋友都有在问小刚 其实小刚收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手表 那还没有进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话题之前 对对对 环节之前 其实有几个问题啦 是Genie 我自己本身都想要问的 其实我看了很多表友 经常给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总结下来 刚刚也是Genie有想过要问我的 对对对对 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他其实不太认识 就藉由这个影片 让大家跟我一起认识他 好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想要问的就是 你来自哪里其实 这个问题 其实我小刚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然后是出生在这个出生在芙蓉 马来西亚圣美兰州芙蓉这个地方 所以是Born in Serban Made in Malaysia 好像 OK 所以其实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OK 第二个问题是我是从事什么行业 为什么可以研究表 很多人问我小刚是不是卖手表了 真的是很多 那甚至Genie有问我 我叫他来拍影片的时候 他也问我 你是不是卖表了 其实小刚 跟的职业是跟表完全没有关系的 小刚真正的职业是一个 不好听来讲就是 民间俗称的保险老 小刚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一间保险公司做这个业务的 就是这个保险的这个代理员 就是 所以想买人寿保险 对于这个人寿保险有疑问的朋友们 可以来询问一下小刚 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很多人 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玩表 这样你人生中第一支玩的表又是什么表 其实这个问题还蛮难回答的 因为其实小刚 我先说一说 快速的讲 就是小刚其实小小大概五六岁的时候都很喜欢手表 那我最记得是我睡觉的时候 经常那时候 因为小时候家里都不太多钱 所以我就买 爸爸妈妈就买了一些 你就买牙膏啊送的那种表 那我就带着那一支表 玩具表就睡觉 那就 我这个是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其实我小小到大 都 对表都很有热情 就很喜欢这个表 所以妈妈也有 读书时期也有买过很多表 给小刚 我自己的 所以可是说到我真正自己掏腰包 自己真的拥有 人生第一支名贵的瑞士名表 我可以这样讲 应该这样讲 那其实是一支ORIS 其实也是ORIS 我的第一支也是 所以这一支是你第一支买的ORIS OK 那其实小刚的ORIS不是ACRIS 小刚买的是 第一支是ORIS的Diver 65 这个复古的65系列 所以如果你翻回小刚的频道 那就会看到小刚第一支人生 有开一箱过的Diver 65那支表的影片 所以这个是小刚人生 拥有的这一支 第一支名表 可以这样讲 那其实如果玩表来讲的话 我们又要注意什么东西 这个可以说是 最在乎最多人问的 那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 在这边其实小刚真的有很多 这个真心话想跟大家讲 所以那我想讲的就是 我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 其实在论表的这个频道 在这个网络世界上面 其实十九不离 这个八九不离十 可能十个里面有七八个都是属于媒体 或是表商这一些 在做这一类新的这个影片 所以那当然大部分爱表的朋友 都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 或是摸到很多的这个手表 那只能借助去看别人这个影片 拥有 也不是 其实就是去看别人的那个影片 或是看别人的那个测评 或是这个讲解 我们所谓的影片上面这一种讲解 去了解这一支表 那就用别人的这一种 这个角度 别人的这个测评 当做自己的这个感觉 自己的这个感想 这个观点 稍微看多了之后 就慢慢的就会觉得 自己的自己对手表 对腕表的这个知识 越来越丰富 那其实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人的测评 只能辅助你 去了解一枚万表 而不是真正的把那个测评 当成是你自己的这个感想 其实是真正的这个道理 你还是要去上手 还是要去把玩 是去带 你才真正能拥有 那个最真实的那个感觉 那小刚我不是在这边要炫耀 那我也不会好像别的一些 朋友们说 这个款式可不可以买 或是那个款式可不可以买 这些比较 比较套路 比较表面的这种 因为小刚做频道的这个关系 那其实不是在炫耀 所以我其实摸过的表 是非常的多 所以这也让我有比较多的 这个自己的这种主观 跟这个真正的这个理解 打个简单的比方 我相信99.99%的这个键盘侠 根本就没有玩过这个三问的表 对不对 那朋友们自己去理解一下 好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那今天要看小刚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其实我有看到坐 坐纸上有几支表 但是我对他们好像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这样 我第一次我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让我觉得有一点 我会offend到人吗 应该不会吧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就觉得这个是 黑金黑金的 这一支 黑金黑金 朋友们 Gini讲是黑金 那这一支其实叫做SRPC 44 这一支也称为金龟 是SECO 新工prospect的这个鲍鱼 这个乌龟款 那你对这一支表弟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我远远看感觉 他很像rolex的 pattern 然后但是 他的颜色让我觉得 哇 有一点sharp 太sharp到就是有一点 老土 土吧 没有人 不是我讲的 其实这一支表 小刚其实很喜欢的 那也得到非常多的这个 金箱特别多的这个赞美 小刚其实会买这一支表是原因 其实也没有太多原因 就因为它是一个小刚自己没有拥有过这一种报义的款式 所以想买回一支 那款式其实在市场上选择非常的多 那最后小刚就决定了入手这一款金龟SRPC44这个国际特别版 好这个好 那下一支呢 下一支的话呢 我看到这个 哇 这个应该不一不认识了吧 我看到牌子了 你们看它是什么牌 登登 这个是 看得到吗 看不到 对这样子 好这个是一个什么牌 这是劳力士你 好想你可以 好 这个是一个ROLEX 劳力士 那这一款也是 这一支表呢 对小刚就稍微比较 多的这个意义 因为这一支是一个 那这个是16200 36mm的这个 Degers ROLEX的这个Degers 这个日志型这个信号 那这个36mm 那这一支表呢 对小刚来讲呢 比较大的意义是因为呢 这一支表是小刚 让爸爸留下来的 那我爸爸不要了 但是他没有送我 所以小刚自己自讨腰包 用了一个比较 怎么说 比较便宜的价钱 就从我爸爸手中 埋了过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一支表 那虽然说是买是买 但是毕竟是家人留下来 对吗 所以这一支表对小刚来说 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意义 这一支 那第三支 第三支 我就觉得这一个 我个人是还蛮顺眼的 就是我最顺眼的其中一支 就是这一支 就 你给大家看吧 这个是什么牌子 一样啊 Rolex 对啊 好这一支是小刚 收藏了还蛮久一段时间的 真的 不过比较少拿来配战 这个有 因为这一支是一支 古董的这个 老力士 Rolex的这个 Sherini 那这个Sherini 其实我会收藏 是因为它在市场上 市场比较少见 对 你也知道 因为真的我都没有看 几乎都没有什么看过这种 皮带跟这种形状的 对 那你平时看的老力士是怎么样 就那个叫什么水鬼 水鬼 对啊 就Samarin 对啊 对啊 其实是因为它真的很特别 很独特 而且是18K全金的这个 这个 Rolex 那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一款 那也是手动上链的这个基金 那这个戴手上 朋友们经常都会 哇 这一支是什么星号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直比较少见 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而且它小刚又保留到 它这个扣也是全K金 甚至它那个表尔里面的这个弹簧 也是一样金 那这一支表小刚真的非常的喜欢 但因为它是古董表 因为防水 所以比较 不太适合拿来日用 所以小刚就比较拿来收藏 正常品 对 正常品 那第四支呢 那第四支我觉得 感觉它不像一支表 你们觉得呢 还是只有我这样子觉得 像表吗 就觉得它是那种古董钟 这种形状 就是你挂在墙壁的 你们感觉到吗 它就挂在墙壁 哎呀你不懂事 好 这一支表 非常特别 它 GINI 没错啦 因为它蛮像一个中的 因为这一支表 其实它是一支怀表 我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哈米尔顿 Hammerdon的这个怀表 那大家也知道怀表的历史也非常久了 几乎随随便便都过百年的 那这一支怀表是 小刚个人非常喜欢的 那这一支 呃 金的这个怀表 那小刚其实会买 是因为小刚也 买的时候 那时候的感觉给我就是 没有收藏过 呃 怀表 那我觉得怀表是可以最 表达到 这个 手表的这一种 历史啊 这一种 主线先驱啊 所以小刚想 拥有一支 很有故事的 很有历史性的一个 品牌了 那美国的这一种怀表 也是在历史上面呢 就是比起这种 后期瑞士推出 制造的那一种怀表呢 我个人觉得它 更有那个味道啦 这个哈密尔顿这一款 打磨啦 这一些啦 它的工艺啦 因为大家也知道 整百年前这一些 几乎都是用手工去完成的 这一些 它这个工艺 甚至它整个壳的这一种 这个雕花啦 这一些啦 它的打磨这些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一支表呢 还保养得非常的漂亮 保机式的这个面盘啊 这一些啦 指针这一些啦 它的这个index啦 阿拉伯数字这一些啦 都是小刚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非常精致 而且 就好像小刚刚讲的 这个 它套在里面 可以把它当成一款 这个万表 那这个手表 那其实小刚其实还 也不太强带啦 因为这一支是 都是拿来玩的 拿来收藏的这一款 好 那再来呢 我相信 最后一支 这一个 嗯 就 我觉得这个蛮sporty的 就 就我的感想啦 那 在这一支呢 是小刚最常戴的 哦 OK 那你看这一支表 的感觉是什么 蛮sporty sporty 会很老土吗 有比较有伤害 所以它没有这么老土 这一支小刚戴这个 纵横四海 是对的选择啦 那这一支喔 在女生的角度来讲 是比较sporty啦 比较 比较热血 那比较有这个运动风啦 这一种 那这个 小刚这一支就是 47040 僵尸单顿 Vacheron Constantin的 这个 纵横四海 Overseas这个系列 那它是一个42mm的 这个 因为小刚会把这一支表 作为日用表 是因为那除了 当然它是 非常有名 非常高级啦 因为小刚自己的这个行业 那我自己本身的这个 职业的关系啦 所以那我需要 有些时候见客户我需要佩戴 这个怎么说呢 比较有这个格调啦 比较这个level的这一种 品牌 那这一支表 除了是品牌以外呢 我个人觉得它 这个入手架啦 我当时候买这一支表 入手架 还比那一种草的劳力士 那来得更值得 因为至于小刚自己心中 那时候感觉就是说 十支劳力士九支甲 对吗 那倒不如买一个 没有草的僵尸单顿 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啦 加上它这个厚度啦 在三代 大家也知道有一代 二代 三代嘛 在这三代里面 这个纵横四海 只有这第二代 它这个厚度是9.7mm 其实它是非常的薄 所以非常适合小刚的这个 作为这个日用表 而且防水细数也高达150米 那这一支大家也知道 大家手上 回头率识别度非常的高 那大家也知道AP啦 PP这一些啦 这个VC啦 小刚个人都 三大圣表之一啦 每个男人的这个梦想之一啦 所以小刚其实 这支表真的百看不厌啦 小刚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它非常多的特点 小刚去把玩 每次一抓上手都会非常喜欢 好就是今天要讲的 今天这一期呢小刚 就暂时先跟大家分享 要讲的这五支手表 因为接下来有机会 小刚还会陆续分享一些 自己的一些收藏啦 因为实在是 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收藏家 但有时候看到喜欢就买 喜欢就买 所以越买越多 所以如果真的要分享的话 一支影片是比较难一次过分享完 所以在那边暂时就先跟大家分享 五支 好影片的结尾 今天有什么话跟大家讲吗 讲知识啦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我没有研究表的人 通过这短短的影片 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好那在那边 谢谢大家关注这一集影片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一下 然后还有感谢一下 支持小刚的影片 可以帮小刚分享一下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留守小刚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